大日今月 一生于二生 乃至无量生 同入本体 这话说得好啊 本体 是我们的真身 是我们的真我 这个身是假我 不是真我 这是真我 一生二生 一生是自 二生是他 有自有他 乃至无量生 生就是一个形体 人有个形体 叫人生 畜生 狗有一个狗体 叫它狗的神 小鸟 我们看到鸟的神 蚊虫蚂蚁 它也有神 树木花草 它也有神 山河大地 它也有神 它就有个形体 就是神 我们能看得见 能摸得到你的神 同入本体 都是本体所生的 此证明 根本之意 有本者 本心 即本源之自信 有本心 那固有之信 又有根本 这个有字 至关切耀 这又是本有啊 如狂人 只有本头 决定是有 不从外得 这就是 本体 本有 万事万发 它有根本 这个根本 就是自信 也叫发心 也叫真心 也叫本心 佛对于这段事情 用了几十个名称 都说这段事情 一段事情 为什么说这么多的名项 这是 世增教学的善巧方便 告诉你 不要执着明自相 名字上是假的 你从名字里头 误入真实 这就对了 不叫执着明自相 不叫你执着 言说相 言说是假的 所有现象都是假的 你的从假的里头 就误入真实 一切假象里头 有真实 一切假事里头 也有真实 没有了 你要看到真实 就 见相 见信 不着相 不着相 你就见到心了 着相 就见不到心了 着相 生烦恼 见心 生智慧 着相 你就受苦 尽心 你就快乐 尽定安乐 所以 最可贵的 是你在相 里头 见到心 是你在相